陈庆生三田共共 没有名气的作者 那是他手下的名气 哈喽大家好 我们又见面了 我是台北群传相声演员陈庆生 也是曾经以杨尘峰为笔名 写过武侠小说的一位 没有名气的作者 接下来呢 我打算用三集的时间 三段影片 跟大家介绍人体的穴道 其实这个穴道在武侠小说当中 也经常出现了 两个人在打斗的时候 去攻击对方的穴道 或者一些艺术 艺术很高明大夫 在帮病人治疗的时候 会去扎针 扎那些穴道 所以穴道在武侠小说当中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其实不单是在武侠小说当中很重要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其实如果我们对这个穴道 有一些认识的话呢 也是很实用的 穴道对我们的一些养生保健 都是有帮助的 那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穴道叫做百会穴 听这个名字百会 我感觉就好像 好像有很多东西在这里汇集 是不是 这个用现在的术语来讲 可能就相当于这个 三铁共共 又有高铁又有台铁又有这个捷运 甚至于这个公车的总站啊 转运站啊什么都在这个地方 没错啊 你一听就知道这是人体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穴 那说了半天这百会穴到底在哪里呢 就在我们头顶的正中央 那你要找百会穴的时候很简单 耳朵这边 直线上来 然后呢 耳朵中间这里 一条直线上去 哎 香蕉的地方 交叉点 这里有个凹下去的地方 就是百会穴 百会穴其实在武侠小说当中也经常被提到 比如说 董瑞安的《见世天下》 他写这个方正梅跟长孝帮主两个人在决战的时候呢 就提到方正梅在长孝帮主的百会穴上轻轻按一下 方正梅为什么要轻轻按一下呢 那是因为他手下留情了 因为百会穴这个穴道啊 这个很多武侠小说作者会提到 如果被打中的话 可以死即伤 这是人体的大穴 如果说各位家里头有这个刚出生的小baby 这个小婴儿 头部发育还不是很健全的时候 老一辈的阿公阿嬷 就会交代家里的年轻人 千万不可以去摸这个小孩子小婴儿的这个头顶 不可以摸不可以摸 摸的时候会怎么样 会对小婴儿造成生命的危险 这样大家就会明白 这百会穴力多么多么的重要 千万不能受伤啊 太可怕了 不过虽然是这么说了 但是如果你懂得拿捏尺寸的话 按摩百会穴其实对我们人体是有很大帮助的 我们刚刚说了嘛 他很多的经脉在这里汇集 所以如果你适当的去按摩百会穴的话 可以促进你身体的血液循环 可以让你的精神更好 可以预防中风 预防老人失智 不过千万记住 我刚才提到 这个地方真的不要太用力 你想哎呀我为了效果要好 有时候我们外面一些按摩都说 按摩到很痛很痛才有效 对不起 按摩百会穴的时候 请我不要按到很痛很痛 如果你当按到很痛的话 不但无效还会伤害身体 适度拿捏 你有感觉到 哎有个力度就可以了 其实不止百会穴 我们的头顶有很多很多的穴道 所以其实大家平常在洗头的时候 如果你用这个十根手指头的指腹 轻轻按摩头皮 就等于在帮很多很多 头顶上的穴道做按摩 这个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 所以大家千万记住 洗头不仅仅只是有干净的作用而已 如果你能够适度的做按摩 也可以做身体的保健工作 非常好一举两个 洗头的时候试试看 有没有觉得身体好像真的有帮上 好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百会穴 下一集我们要介绍的另外一个穴道 什么穴道呢 这里暂时先卖个关子 只要你继续追踪我们的影片 你就会知道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